7月20日山西省紀委監委發表消息 原中國銀監會山西監管局黨委書記 局長張安順被查 19日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原黨組書記局長主任景輝落馬 18日山西省紀委監委一口氣 發表了三個金融系統官員被查的消息 分別是山西省農村信用社 聯合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崔聯匯 原黨委副書記、副理事長主任盈亮喜 原黨委專職副書記、副理事長王宗澤 而景輝和崔聯匯、盈亮喜和王宗澤四人 都在2020年6月被免職 公開簡歷顯示 景輝和張安順、西河南、老鄉 兩人都曾在中國人民銀行系統和銀監會系統長期任職 景輝1969年出生、河南宇成人 2010年10月至2018年10月 任山西銀監局辦公室主任 任山西省政府金融辦黨組成員、副主任等 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 任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組長主任 景輝的工作單位是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負責金融工作的組織協調、帶頭負責地方金融機構的經營業績考核 指導改組、重組和協調服務等 同銀監會山西監管局、山西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工作交集頗多 7月20日 大陸財新網以標題為 打掉金融黑三角、山西農訊社123把手及金融局局長官被查的報導說 目前銀行業暴露的風險說明個別中小銀行股權治理混亂 地方監督蛇鼠一波 現時要堅決消除由內部人、貪腐官員、不良機構互相勾結形成的黑色 據微信公眾號參海內官消息說 有知情人士透露 景輝在6月初被免職時就已經出了事 他家被發現創有4億元人民幣的現金 超過早前落馬的中共國家能源局煤炭師傅師長魏彭苑 當時他家發現2億元現金後被判死刑緩期執行 知情人士還透露景輝的弟弟景楊也牽涉其中 景楊是他哥哥景輝的白手套 專做扯皮條幫山西部分企業繳融資賺回購 山西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原主任盈亮起 家被發現藏有1,000萬美元 2019年4月 山西金融管理局兩名署長同日被查 分別是山西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政策法規署署署長關曉光 和金融穩定署署長嚴建國 兩人都是景輝的老下屬 並在他任內獲得提拔重用 辭政評論員李燕銘認為 中共北戴河會議前夕 山西金融黑三角5名官員在被密集查處 駱惠寧重用的景輝被爆出家查出4億現金 自社令計劃落馬之後 山西官場到現在仍然黑幕重重 山西官場新一輪的清洗運動 牽連江澤民曾慶紅集團操控的多個領域 有關香港局勢和北戴河會議高層博弈趨勢 後續政治效應仍正在發酵